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開講101的部分 就把它同... 當然一樣的方式就把公式貼到102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一樣可以很快的 可以把這個公式給完成 當然我是建議啦 可能你在做這個公式的時候 我是蠻推... 建議各位呢 一定要看一下右邊 如果你右邊這個資訊 都是對的話 那表示你的公式是沒有錯誤的 可是如果你假設你的公式 裡面出現的狀況 跟我右邊看到的是不一樣的話 那表示說你的... 這個... 其中一定有地方出錯 比如說你開講101裡面 這邊不是顯示大瓜壺 或者你大瓜壺裡面的資料 不是呈現這樣的狀態的話 那可能就是你這個定義有錯 那有錯的話你就去修正就好 那修正的方法就是記得 你到公式裡面找到名稱館裡面 看一下他對參照的範圍是否正確 假設你點這邊一下發現 這個範圍好像不對的話 那表示你這邊可以把它重... 改的方法很簡單嘛 你就重選 比如說你這邊選錯了 那沒關係你就把這邊delete掉 有沒有 然後你再重新選...再選一遍 有沒有...D到追嘛 這個範圍對... 然後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這樣的話呢... 選完之後按打勾就OK啦 所以有沒有... 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delete掉 重新再指定一個新的 或者是說你直接乾脆把這兩個刪掉 重新做也OK啦 反正這個定義名稱做錯了 把它修正一下就OK了 因為之前有同學滿常遇到狀況 就是定義名稱不正確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排名 那排名部分的話就是... 一樣喔 用那個Rank.eq 插入 然後在... 一樣是統計啦 因為Rank.eq 它一樣是在統計類裡面的函數 那R開頭的話你往下找 有沒有叫Rank.eq的一個函數 有喔...Rank.eq 那Rank.eq的話實際上... 就是幫你去計算 某個範圍的資料排名 那所以呢我們需要給他一定是... 有幾個參數啦 所以按確定 確定之後他跟你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Lumber Lumber他跟你講說... 你要找的那個... 你的合計的資料到底是哪一個 OK,所以就是他啦 就是... 第二的這個範圍給他 意思是說呢... 我給你第二 那第二的話你只要看到REF REF就是Reference Reference其實就是參考範圍 所以... 第二個參數指的是... 那你要在哪... 你要比對的那個整體範圍在哪裡... 整體範圍就是這個啦... 第二到向下... 所以... 選第二之後...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呢... 他會幫我選到... 最下面應該... 總共號碼是12號啦... 所以... 他會到D43的位置... OK 那order的話呢... 理論上... 我通常是會把它省略啦... 為什麼... 因為0或省略... 表示... 遞減方式排序... 那因為我希望呢... 合計的排序方式是... 最高分的幫我放上面... 也就是合計最高的在上... 然後最低的在最下... 所以排名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是遞減喔... 對不對... OK... 遞減排序... 那你可以輸入0... 或者... 或者省略啦... 那他一般習慣... 那0跟省略都一樣... 那乾脆省略好了... OK... 就不填喔...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可能就是... 基本上就排出來了... 不過你如果按確定之後... 他排... 排名有了... 33名... 所以... 他這個機率... 總... 兩年的機率合計... 他是排第33名... OK... 那... 可是呢... 其他人的名次當然一樣啦... 所以我如果希望呢... 其他人的名次... 向下填滿自動全部... 幫我排序完的話... 那一樣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REF這個參數... 向下填滿的話呢... 他這個地方的範圍會亂掉... 所以喔... 因為我們範圍一定是... D2... 到... D43... 所以你向下填滿的都不能加1喔... 所以怎麼辦... 一樣喔... 你必須把2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然後43的前面一定要加前的符號... 因為如果你沒加前的符號的話... 那向下填滿這個範圍就跑掉了... OK... 那就造成... 你最後... 統計出來的名次就錯誤... OK... 這個可能要特別... 小心... OK... 鎖定的部分... 按確定... 好... 那向下填滿... 基本上應該就排完了... 那你可以看到啦... 目前應該最高的... 最... 這個機率最高的... 那就是幾號... 21號... 有沒有... 然後2號... 第二名的話呢... 當然應該在哪裡...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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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名在哪裡... 第二名往下... OK... 在這裡... OK... 可是啦... 你會發現喔... 這樣在... 當然排名已經算完了...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乾脆我第一名的地方喔... 就是... 大概... 因為我想要... 挑出7個號碼... 是機率最高的那個... 前7個號碼的話... 那我需要一個功能... 欸... 如果我呢... 他的條件呢... 排名裡面是... 等於是小於等於7喔... 等於1到7名的地方... 幫我把前面的這一個... 號碼... 的底色乾脆直接... 給我一個醒目的顏色... 比如說幫我加一個什麼... 油漆桶變成黃的好了... 欸... 就是像這樣... 1號幫我填一個顏色... 然後呢... 第二名的部分的話呢... 幫我填一個顏色... 比如說第三名這邊... 也填一個顏色... 有沒有... 就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啦... 你會發現... 這實在很麻煩... 為什麼... 因為要人工的方式喔... 慢慢看... 有時候還看不準耶... 有沒有... 第7... 那變成人工來判斷了... 所以這邊... 這個也...有沒有... 變成你要自己再填... 如果假設填完之後... 你要把它拿掉... 這有點麻煩耶... 所以如果假設... 我把它Ctrl D... 復原一下... 如果呢... 我不希望說... 用人工的方式來做... 因為這個畢竟真的是不方便... 而且喔... 如果假設這個號碼... 數量很大的時候... 那你... 而且... 如果假設這個事情... 是每天重複的話... 那真的呢... 就非常的沒效率... 所以呢... 後面我希望... 把剛剛的動作... 把它改寫一下... 所以呢... 今天的話... 可能會需要寫... 六個按鈕的對應程式喔... OK...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會希望... 把剛剛的動作... 如果假設這件事... 每天都在做... 或者是... 重複的頻率非常高的話... 那你就... 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把按鈕做出來... 你就按按鈕... 比如說資料更新的對不對... 那你就... 先把資料清空... 有沒有... 所以喔... 我們第一個按鈕是... 清除吧...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 按一下它... 這些都OK了... 有沒有... 所以... 這兩個按鈕分別就清除... 跟把... 資料... 把它輸入到... 剛剛的... 範圍之內... OK... 所以喔... 清除... 那你說輸出怎麼輸出... 其實這個輸出... 它其實沒有輸出什麼... 它其實只是把剛剛的公式... 重新再輸入到... 指定的儲存格裡面去而已... 那再跑個回圈...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我可以喔... 我剛剛有提到啦... 就是把那個... 排名前七名的... 幫我把它前面的號碼... 加個顏色... 我給它一個名字叫格式化... 按下格式化... 那你會發現... 按下格式化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當... 這個欄會裡面的... 數字... 只要是小於等於7的話... 那我就把... 它的同一列的... A欄的底色... 改成黃色... 你會發現... 這樣的話... 很快就可以把... 我需要的號碼... 給選中了... 那當然我做了一個清楚... 按下這個格式化清楚... 它又會把剛剛的... 底色的黃色把它拿掉... 所以這個... 這兩個一組啦... 這兩個一組... 那最後的話呢... 我當然甚至是希望說... 因為喔... 如果格式化其實很方便... 但是還是有一個缺點... 變成你的... 滑鼠變成要捲動... 還是要再找... 15號... 21號... 27... 28... 33... 34... 有沒有...39... 那畢竟好像還是... 雖然方便了一點... 但是好像似乎沒有... 哪一個方法... 就是你乾脆列個清單給我好了... 所以喔... 我最後是希望說... 你乾脆幫我把剛剛那些... 七個號碼直接列一個清單... 在F欄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邊假設我再多一個... 叫做... 前七名好了... OK... 然後呢... 這邊多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的格式... 其實你也可以把這邊的... 這個格式喔... 複製... 假設啦... 因為我可能這個地方... 剛剛已經有加過那個... 如果你假設要把那個格式... 我把格式清掉... 假設我要把這個格式... 換到這邊來的話... 那一樣喔... 你可以刷一下遊戲... 有沒有... 這個刷子就是複製格式... 然後再刷一下前七名... 這樣這邊的格式... 跟這邊的格式... 就會是一樣的... OK... 那最後我是希望列個清單... 就是把這些號碼... 到這邊來... 所以... 那要怎麼寫... 如果條件小於等於七的號碼... 剛剛是底色換掉... 那現在不是... 現在是把這個號碼... 直接幫我複製到這邊... 所以第一個是15號... 21號... 27、28... 然後33、34、39... 幫我列在這個清單的話... 那我需要寫個程式... 所以這邊程式寫號...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自動幫我把它列出來... 那列出來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按照... 它... 由上往下的順序... 另外一個是... 我希望如果按照什麼呢... 排名... 有沒有... 所以這個應該是按照排名吧... 21應該是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的話... 應該是在... 這裡... 21對不對... 那第二名的話... 應該是... 第二名的話... 39... 最下面這裡... 39... 然後...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著... 把排名這個部分先OK...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關這六個號碼... 六個按鈕... 該怎麼做的方法... 當然第一步一定要記得... 先把你的開發人員叫出來... 開發人員還記得吧... 上面這邊有個其他命令... 箭頭的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這邊有個開發人員... 這個一定要打勾... OK...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只要是一個按鈕... 那就是一個Sub... 所以我們就在Video Basic點一下... 然後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那寫的方法... 我們重新再來過... 所以把這個模組先移掉好了... 移除... OK... 那當然你打開之後... 這邊應該沒有任何的地方可以寫的... 寫程式... 那記得呢... 請你在這個專案上方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就可以了... 反正以後寫模組... 寫程式都寫在模組裡面... 然後一個按鈕就是一個Sub... 所以呢... 這一個樂透彩的話叫Sub... 所以你就打一個Sub... 控一格... 那按鈕名稱叫樂透彩... 所以你就是打一個叫樂透彩... 然後直接按Enter就可以了... 這樣就有一個... 那你把程式寫在Sub... 跟EndSub中間... 可以記得喔... 你寫程式以後... 請你遵照這個原理原則... 就可以... 很順利的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那最後因為字太小... 所以我建議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的部分... 可以把它改成大概14號字... 應該是差不多... 因為九號字太小了... OK... 那所以喔... 我們... 因為有六個按鈕... 所以喔... 待會我們要撰寫... 總共有六個Sub... OK... 那怎麼寫喔... 待會再來看好了... 所以喔... 你會發現如果寫完之後... 事情就方便了... 以後反正喔... 你重複性的事情... 只要按個按鈕之心... 對應的程式... 那就不用重複再做過了... 這樣效率絕對是差十萬八千里... 而且很多人每天一整天的事情... 說真的... 現在很... 以前上過我的課的... 這個學生他說... 老師... 早上一整天... 一整個早上的事情... 我全部都用VBA把它寫完了... 所以我只要執行完成式喔... 我原來一個早上要做的事情... 就在瞬間全部完成了... OK... 哇... 那他還示範給我看耶... 真的滿棒的喔... 感恩... 替他滿開心的... 那我就很好奇... 他說... 那你一早上的事... 不是辭行完... 你就... 那你就完成啦... 那我說... 你剩下的時間要幹嘛... 他就說... 剩下的時間...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嘛... 當然不要讓老闆知道做完了嘛... 反正總是... 就最後時刻... 再把... 該給老闆的東西給他就好了嘛... 不然的話老闆... 看你好像邪嫌沒事... 就會突然又給你丟很多東西... 給你... 所以老闆知道你會這些技能的話... 他當然... 他也有好的老闆喔... 有老... 我之前有聽過一個... 一個學生說他學會BBA之後喔... 他說老闆給他加薪... 而且他還跟我講說他加薪... 加多少... 他說加Double... 我聽他滿開心的... 但是我... 他還講了一句啦... 他說... 可是事情也是原來的Double... OK... 我說沒關係... 反正你效率提高了... Double好像... 也不至於說... 會讓你增加很多... 反而我看到他是... 那種... 應該是... 笑容比較多啦... 只是說... 感覺他有一點... 比較... 疲勞的感覺... 可能也許工作變多之類吧... OK... 但我覺得啦... 至少你給我Double的薪資... 你要叫我多做一些事情... 我覺得OK啊... 反正我... 賺得多嘛... 我可以多存一點錢... 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事情... 那我只要努力一段時間之後的話... 我技能再更提升... 我時間變多了... 像很多學... 很多學生說... 老師我時間多... 我每天都要練功嘛... 我說練怎麼功... 我還可以學別的東西嘛... 等到他學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問我說... 老師我覺得這工作... 沒有辦法符合我的技能的... 因為我已經提升了... 然後我說... 怎麼辦... 我說你跳槽嘛... 你找個薪水好一點的工作嘛... 你就往上跳就好了... 結果他現在已經跳跳跳跳跳跳... 已經跳到... 不知道哪個公司去了... 那薪水也比較高... 我覺得替他滿開心的... 但前提是... 你必須要有對應的技能... 不然的話... 你沒有那個專業技能... 怎麼可能可以跳得出去... OK... 所以我是建議... 你要想辦法... 請各位... 記得喔... 先開這個... 開發人員... 記得喔... 所以以後記得... 一... 開發人員... 二的話呢... 就Visual Basic... 然後三的話呢... 就是記得幫我插入一個... 模組... 那四的話呢... 就是針對什麼呢... 針對你的按鈕... 有沒有... 插入對應的這個SUB... 有沒有... 然後呢... 總共有六個的話... 那我們就做六個SUB... 那今天的工作就完成... 再來就是... 再把按鈕部分... 把它增加啦... 所以... 工作大概就這樣... 一、二、三、四、五個動作... OK... 解決了... 那基本上都差不多... 除非有比較特殊的案例... 不然的話... 基本上就遵照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 VBA... 給寫出來了... OK... 那甚至你說... 老師... 那我很多程式不會寫怎麼辦... 你要不用錄製的... 也可以... 像這個... 其實也可以用錄製去齊... 或者還可以問一下... 其實... 真的會寫VBA... 而且寫的比我想像中... 還好太多了... OK... 其實都是方法... 那待會兒我講的方法... 可能是我習慣的寫法... 至於怎麼寫... 待會兒再來看...